吃完饭了 他们回家我们也准备回去了 现在大哥送我回去 我在这里等他他去开车了 我们回去了在路上 这个天气要下雨要下雨了 阴天阴天阴天的吗 才停了一下下 大哥你们这边的风景也好漂亮的 沙里面都是这样子 沙多树多泥巴多 靠山吃沙 靠水吃水 是吧 靠水的打鱼 靠山都卖树 沙里面也都是这样子吗 是啊 中国啊 挖蜜蜂 你那个蜜蜂挖的怎么样 暖和一点就要上山去挖了 暖和一点就要上山去挖了 太冷了没有去 也是 他蜜蜂也不出来 找不到的 而且蜜蜂冷天蜜蜂能去挖 他没有东西吃 他也会死掉 也是 给开花的时候 热花开了 不然我就给拆了 也差不多快要暖和了 天气好了 蜜蜂也飞出来 火子也差不多开花了 今天大哥辛苦了 不是你 看了一集吧 不胜了 不过 以后你跟师姐两个人要乐个一点了 要相互扶持了 不是说勤不勤快 要勤快 不勤快哪里有得吃 你要对他要体贴一点 对他很好 说实话 我对女人都是很好 徐姐也很老实的 我觉得徐姐还是挺不错的 很协会 你们准备 该拿结婚证的 拿结婚证 该登记 该看日子 看日子 对的对的 你们对的对的 我说实话 你看 徐姐 这个人又老实 又不喜欢怎样 天天就是只是做事 是不是 今天你就不懂事了 你应该要多陪一下小舅子他们 他们说话我听不懂的 听不懂 那你就起码的你住在那里 他们说的那话什么 今天干嘛 我们这里好多村上都这样子 我也听不懂他们说话 你要以后要多练习一下 对对对 那话学不懂的 那话 不是说学不学得懂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学会 就是招待一下他们这些 你不要老师 听不懂就不怎样 这样不好 这个天真的是 你女人的心 还变得快 女人的脸还变得快 一下子又要下雨了 一下子又停了 一下子又下雨了 这个事情也都不好做 搞了 做农民就是这样 看天吃饭 老天撒一口饭吃 就得个口饭吃 是啊 大哥 那我们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好的 好的 没有 好的 好的 什么的 好的 好的 就一定要这样走 我的到时候 你看 师姐也是 父母守心的宝 是不是 你一定不要辜负他 我跟你说 不要欺负他 我从来不欺负你 只有别人欺负我 而且我看你大舅哥对你还是挺满意的 挺不错的 那我们就等你们的洗汤吃了 差不多快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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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